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過去我們講過幾起外國人殺人案 像是香港陳同佳來臺殺害女友 以及失誠情侶黨棄營潛逃案等等 司法至今都還沒有給他們一個重拳 而今天要來講的是台灣治安史上 第一個因為殺人被判重罪的外籍女子 她究竟是如何的殘暴 接著就跟著老Z回到案發那一天 高雄嚴城一處民宅 金箭大型女代師 身體對折 雙手反綁 全身多處刀傷 補教女眾界慘死 詭異騎士拖車棄屍 牽扯美日非三國人士 沒人承認殺了她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高雄嚴城街代師命案 時間回到2007年9月15日 高雄市嚴城區新勒里的里長 在晚上8點25分出門巡邏 結果在一處民宅前的地上 發現有一個大型的黑色塑膠袋 用尼龍繩牢牢捆住 還有大量的膠袋黏貼 似乎是擔心有什麼會流出來 結果用手一摸 竟然視聚屍體 我用手給他摸 給他搖 然後發現 發現不太一樣 所以我馬上立即通知警方來處理 高雄市嚴城區驚傳代師命案 位在新勒里的巷子裡 一個被棄至兩天的黑色垃圾袋 被民眾發現可疑 找來遠景處理 遠景用剪刀剪開層層包裹的塑膠袋 竟然發現是一具女尸 我剛才覺得有一種人的 就是人的視體比較紅色的 視野色白色 黑色塑膠袋就丟在店面旁的鐵捲門 用黃色銅菌繩繞了好幾圈捆起來 膨脹的快要撐破了 尾端還可以看到肢體突出霧 膠袋它是把整個一個屍體包裹 在外面再纏繞著 就是怕那個失水 死者鎖骨有兩道明顯的刀傷 左大腿也有一道 另外在胸部和手部也都有刀痕 四肢都用尼龍繩捆綁 更令人吃驚的是身體被擇成兩段 再用八層的塑膠袋包裹起來 歹徒的手段兇殘 警方研判現場沒有拖刑的痕跡 女子被人殺害以後 應該至少有兩個人開車 將遺體載到巷弄內丟棄 如此駭人帶屍命案轟動社會 警方初步研判 死者是名35歲的女性 但由於屍體腐敗嚴重 整個變綠 但看得出來舌頭外土 臉部發黑 疑似是被人活活掐死 而眼前最先要解開的謎團就是 她是誰 高雄延城區發現這一具女性帶屍 身份是誰 為何遭到這麼殘忍的殺害呢 全身上下沒有證件 屍體浮腫變形 但事案能不能有所突破 警方把這一隻死者生前 戴在右手腕的手錶 視為重要線索 仔細看表面的數字 用綠色水鑽 指針是鍍金 外框也是鍍金香水鑽 金屬錶帶整隻亮晶晶 翻過來背面 有刻上台北和Boi的英文字樣 以及錶號2235 我們那個更早要過去 穿著花色上衣的這名女子 就是遇害婦人的姑姑 而站在她旁邊 穿著藍色條紋Polo衫的 就是死者的兒子 你媽媽沒多久啊 三天喔 我換衣服沒了 那是沒了 那是新的 那個型 沒油 那是現在看不出來 比對遇害婦人的照片 和專小組取自遺體的植物 金屬細錶帶橢圓形的輪廓 外型非常的相似 因為她女兒在台北讀書 那你看到那個手錶的時候 就打電話給她爸爸 她就哭了 她就說 那個好像就是媽媽的手錶 除了手錶以外 家屬也發現遺體腹部 有一道八公分的縫 和婦人生前因病拆除 子宮所留下的手術刀痕相符 總統跡象都顯示 這名死者就是從事 仲介外籍人士來台灣補習班 任教的秋姓婦人 唯一和死者資料有出入的是 一開始警方認為 死者應該年紀在三十五歲左右 不過家屬卻表示是四十八歲 可能生前保養友方 透過DNA的比對 身分很快就確定 死者是家住左營的婦人秋美雲 是專門辦理外籍教師 來台灣補習班任教的仲介 時任議員陳梅娟正好是她的鄰居 而根據她的財務狀況 研判財殺的可能性相當高 拱門假山流水 超豪華的住宅環境 就是代謝案死者秋姓女子的家 高級住宅位在高雄市的精華地段 一棟要價近千萬 從居住環境就看得出來 秋姓女子的經濟情況非常好 我們確定是她有外國朋友 因為她本身是一個很有質感的女人 然後英文人又很強 她們家的財務狀況 其實我覺得很OK 因為她本身 她先生在大陸做生意做得不錯 讓她的小孩教育得非常好 秋姓女子是外籍老師 仲介個體護 為了幫補習班找外籍老師 經常必須配合外籍人士到POP飲酒 是不是因此和外籍老師之間 有了金錢糾紛 或是外籍老師 寄予秋姓女子的財務 目前警方正在一一釐清 此一是因為她在上胸部有七個 比較穩重的一個刀傷 其中一刀就是升級13公分的 到心臟的一個自命傷 初步調查 秋美雲跟旗下老師的確有些借貸關係 但似乎不至於會成為奪命動機 另外一個疑點就是 秋美雲是在哪裡被殺害的 警方沿路調閱監視器 鎖定了一輛詭異的機車 監視器顯示 14號晚間11點多 一名機車騎士行經嚴城街 接近案發現場 停格仔細看很不尋常 機車後面拖了一台小板車 上面放了一個大型塑膠袋 關鍵是騎機車的人是誰 嬌小的身形留著長髮 應該是個女性 從監視器畫面 專案小組查出了車主是日籍女性 但他說把機車借給了美國籍男性友人 警方因此會同建設人員 到美國籍教師David和菲律賓籍女友 為在重建路上的住處搜索 帶回了大批的證物和資料 警方出不懷疑在補習班任教的美籍男子 疑似是因為重建廢和死者起衝突 才會痛下殺手 警方趕到關鍵美籍教師David的住處 發現他們兩天前已經搬走 而他有一名菲律賓籍的女友Armia 難道騎車氣失的就是這名女友嗎 但兩個人此時不知去向 而警方在這住家採診後 有了重大發現 我們請屋主把門打開之後 發現裡面就湊氣 有濕湊的味道 然後相關的一些血跡 我們請我們警示人員做一個採診 發現現場血跡 不管在地面或是沙發 或相關的浴室 外面都發現相關的急鎮 確定應該這個是屬於第一個現場 在屋內發現了多處血跡 而且屋內相當凌亂 以及一台小板車 這台小板車應該就是用來拖運遺體 另外David養了一隻西施狗 房間有許多狗毛 和屍袋上的狗毛非常相似 案發後第三天 David騎機車上街 被四面路口監視器拍到 或許是舉頭三尺有神明 不久後就在他違規紅燈右轉時 被警方攔下來 自投羅網 不過這起帶屍案 由於設有重刑的David是美國籍 在美國AIT的壓力下 始終保持的低調 專業小組也不願意對外多做說明 到現在還未宣布破案 警方懷疑David跟邱美雲有財務糾紛 加上兩人有計劃合夥開梅雨補習班 可能一言不合 和女友聯手殺人氣失 而David到底是什麼來頭 大家對他的印象很一致 是個酒鬼老師 David年紀約45歲 頭頂圍禿 中校路上的這間補習班 是他任教的其中一家 負責人說David教學不錯 但就是愛喝酒 偶爾會以前以後不一定也不一定一起來 有時候會分開 他都來買什麼東西 都是買啤酒比較多 常常喝酒啊 常常喝酒好像脾氣不太好 常常在喝酒腦子怎麼會清楚 親切的笑容一臉和善 戴山死者邱姓女子被砍七刀 屍體還被對折塞進垃圾袋 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下手這麼重 因為他還有一小時抽五 一小時抽五 所以他這樣兩小時才抽一百塊 對 死者家屬不解 仲介費用一年不過幾萬塊 邱姓女子對David的收費 是一般行情 沒有多收也沒有剝削 家屬懷疑David和死者 應該是另外有財務糾紛 David跟阿米亞兩人同居四年多 都是藉由邱美雲介紹工作 三個人都算熟 家屬不理解為何要痛下殺手 更怪的是 警方已經調到監視器畫面 也在第一現場採集到了證據 這兩個人還不肯認罪 當時死者的失手被裝在黑色塑膠袋中 被菲律賓籍的阿米亞騎著摩托車 幾乎橫跨了半個高雄市 到了嚴城區 在嚴城街上的監視器畫面 看得出摩托車上載的黑色塑膠袋 但是等到車子一轉彎到了 賴南街世代已經不見蹤影 時間已經凌晨了 警方還在偵訊美籍男子大衛 由於大衛全程講英文配合度又低 可見警方臉上非常的無奈 另外一間房間裡是38歲的 菲律賓女子阿米亞接受偵訊 警方曾經要求模擬 阿米亞下刀殺人的方式 竟然跟檢警驗屍當時的刀傷相吻合 那這些模擬的過程跟我們實際 檢驗屍體發現的傷害 還有滾綁的過程 那個情形完全吻合 有氣屍的監視器畫面 還有盜領死者金錢的證據 另外殺人方式與刀傷也吻合 檢警研判 阿米亞就是殺人兇手 死者照片給那個大衛 還有阿米亞來做讓他看 結果我們發現大衛反而是 非常激動的整個身體在顫抖 那反而阿米亞是非常的一個冷酷 看了一眼之後就不再看了 阿米亞異常的反應 讓專案小組心裡有底了 不過刁鎮的他 對於警方找來的菲律賓翻譯 卻百般挑剔 要求會講菲律賓原始方言的 他才願意說 警方祭出一招 他說明說如果再這樣的話 可能你又見不到大衛本人 所以他當時的表情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個傷心 然後就掉眼淚 才公出整個這個一個事情 原來身材嬌小的阿米亞 才是關鍵的殺人兇手 跌破大家眼鏡 沒有David則說 當天他喝蒙了什麼都不知情 訊厚被直接賜回 但外界跟家屬質疑不單純 懷疑阿米亞是故意一肩扛下罪責 另外也懷疑 美國再來協會AIT 是不是有失壓 AIT的介入就能讓我們整個 劇情那個案情轉變嗎 是台灣的人民生命不重要嗎 還是美國人的人權比較重要 一個頭妻給他一個交代 已經告訴他說 終於 兇手已經被我們抓到了 結果你今天早上來一個大逆轉 因為他那個刀口是這樣子擦的 一定是比美銀高的人 那你想那個菲律賓女子 他的身高跟他差不多而已啊 應該也不至於有這樣的力道 跟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個屍體有辦法把他一個人 凹成這樣然後能夠綁得這麼緊 一定不是一個人 為了釐清疑點 檢方在大衛一度賜回不到12小時 二度約談 但大衛依然食口否認犯案 缺乏直接證據 大衛再度遭到賜回 你殺了阿尼卡嗎 沒有 你殺了嗎 我殺了嗎 我殺了 你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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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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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殺了嗎 我殺了 你殺了嗎 我殺了 兩個人同居在一起 竟然不知道女友殺了一個人 並且還完成了 清理現場跟氣師 兩個需要花大量時間的動作 接著就立即搬家 一切只因為他喝茫了 子的丈夫從大陸趕回來 無法接受 還提出了心事證 他的體型來講 可以這樣對折 我不相信說是一個女孩子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我太太每次都帶了全部的 噴折 印章 提管卡 那他看到他皮包骨骨的 會不會因此產生了其他的不良的欺負攻擊 他跟這兩位就是夫妻他們本身一起進去 然後呢 八九點鐘左右進去這樣子 就沒有再出來過 他那個液身上有血液嘛 血跡到處噴怎麼會沒有那個 我覺得這個難以想像的 今天呢 我也到AIT那邊去了 那我是跟他鄭重的講說 請你們不要干涉 中華民國警方的辦案 都沒有接到任何AIT 以及警政署任何長官 跟我長官 就是這個案子的事情沒有 AIT也沒有 那AIT有出面來關心這件事情嗎 沒有 不過美國再來協會傍晚已經表示 並未介入此案 而簡單官也說 現在不是討論狀況的問題 而是證據齊不齊全的問題 全案發展到此 真一點有兩個 第一是阿米亞真的能獨立犯案嗎 第二是David真的完全狀況外嗎 關鍵的大樓監視器卻發生故障 恰巧無法讀取當天的檔案 警方從兩人的說法 以及相關證人的證詞比對 還原了當天的真實情況 阿米亞向警方供稱 12號晚間 她和邱美雲兩人在重建路的租屋處 因為打工的仲介費起了糾紛 她跑到廚房拿水果刀殺死了邱美雲 之後把屍體對折 用繩子捆綁裝進大垃圾袋 最後借來一台拖車準備棄屍 結果在高雄市鹽城區的鹽城街 屍體掉在地上 她才趕緊離開 警方調查後認為 她的確有能力獨自犯案 她是有參加過這個 菲律賓的遊擊隊 還有她擔任過清潔工服務員 都是很出眾的 勞力的一個工作 阿米亞她本身一度就是失業 那失業她因為她每個月要寄錢 回菲律賓 因為他們認為邱美雲有錢 她當外籍仲介教授她有錢 而且一度她看她出入的財務都滿多的 原來38歲的阿米亞在菲律賓有四個孩子 丈夫過世後她就來台灣工作賺錢 沒想到做沒幾個月就投意 後來認識大衛兩個人同居在一起 事發前三個月阿米亞遭到POP開除 為了錢她計劃殺害死者 命案當天晚上她假借要付仲介佣金 把死者騙到家裡頭 趁她在坐在那個客廳的沙發的時候 從後面就用繩子把她熱溫掉 又來又拿刀子在把她給殺了之後 讓她全身流血 然後再比穩她的整個一個財務密碼 她殘酷的是說看著邱美雲 然後就一直流血 致死這樣子 這時候阿米亞把死者拖進客房 用衣櫥擋住屍體 不讓大衛發現 隨後冷靜的拿著提款卡 陸續在幾家超商的銀行ATM 盜領了六萬多元現金 並購買大型黑色塑膠袋 回家處理屍體 非常聰明 因為人如果你躺著她沒辦法 她就把頭部 她已經自己把它翹起來 所以把它靠著牆壁 然後鑽腳再往前 然後頭跟腳這樣用力把它捆住 然後手再環綁 環綁在後面 大型的黑色塑膠 清潔在把它包裹之後 在外面再纏繞這個腳步 阿米亞說當天爭吵的關鍵 是邱美雲不斷的大罵她 白癡 笨蛋 上課遲到 路癡 再笨下去什麼工作都不幫 還不斷的用手拍她的臉跟頭 才會怒火中燒 鑄下大錯 而David呢 是真的都在外頭喝酒 阿米亞12號晚間殺害了邱美雲 但是大衛當晚喝得最新薰才回家 阿米亞13號裹濕 大衛也是喝到凌晨2點才回家 氣濕的14號晚上 阿米亞在POP底頭和大衛碰面 才告知傷害邱美雲的事情 我們傳訊相關的證人 包括補習班的 他認知補習班的同事 還有他的業者 另外包括POP的業者 那經過這些證人來執政 那確實以跟被告 所公訴的情節完全無合 看大衛個性有些溫吞 其實大衛是大有來頭 大衛在1982年 畢業美國海軍官校 曾經受過登陸突擊訓 被認定是美軍的 經營部隊 1991年波灣戰爭時 大衛還是海軍登陸艦的艇長 但是被擊沉之後 退役來到台灣 驚訝 我感到很悲哀 很悲哀 我感到很悲哀 和安妮娜 我感到很悲哀 我還不知道安妮娜死了 直到星期 他們發現她的身體 這是我的女朋友 在我家 但她沒有知識的事 她做了它 她做了它當我離開 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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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了 我聊到 Tracy Tracy 在AIT AIT 我說 我需要 我心裡有問題 我需要幫助 對 她給我 她發射了我 一列的警察 對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我做了 AIT 阿嬤 阿嬤 十幾年來 好想故事 嚇過了 最膽的 歲月 姚先生忍不住 痛失 AIT的悲傷 緊抿著嘴 不斷的錯氣 攻擊 瀰漫著哀痛的氣氛 儘管目前檢警偵辦代事案 逐步減低了 美國籍人士大衛的涉案程度 但是家人心中的疑慮 還是沒有消除 即便警方宣布破案 邱美雲家人 仍對David抱有懷疑 但經過兩個多月 警方偵查終結 最後David仍被認定無罪 不起訴處分 而阿嬤 則被 求處死刑 我們幾乎沒有發現 這個美籍男子 由於這個非力氣女子 共同出現的畫面 所以證明說他沒有到 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證據 他有涉及這個案件 那在刑事警察局的 測謀之下 他也通過了 我無法睡覺 我無法睡覺 我無法去哪裏 所以你感覺很憤怒 我很憤怒 好久不見的大衛已經搬家了 神情很憔悴 看起來很傷心 他說艾米雅有沒有犯罪 他真的不確定 只是他把艾米雅當成妻子 真的不想他被判處死刑 她有四個男子 他們都在哭著 媽媽媽媽媽 可能我應該要留下 去幫她 我沒有想看她死 來吧 你喜歡這樣嗎 如果她在戰 她會拿到任何東西 瓦子 瓦子 大衛說在馬可市總統當政時 阿米雅那時還很年輕 就跟哥哥一起參加反抗軍 對抗當權政府 她告訴我 她從眼睛和膝臟的兩種傷痕 從眼睛和膝臟的 槍撞 從對馬可市 解放並沒有起訴大衛 但她一點都不開心 因為還沒有解除限制住居 不能夠回美國 而且現在沒有收入 幾乎成了一名流浪漢 只剩下一台破機車 身上發出異味和酒味 捲入了殺人案 沒人敢再聘遣David教書 完完全全成了無業酒鬼 經濟狀況陷入困境 最後終於如願回到了美國 不過卻在議審宣判時 傳來了海外的噩耗 因為在台灣經濟狀況不好 大衛返回美國生活 沒想到半年後 因為沒有工作 加上關心阿米雅的官司 最後因為心情低落 留下遺書尋短身亡 阿米雅說到這封遺書 得知男優想不開的消息 在獄中傷心落淚 後悔莫及 我們本院這個 在審理過程當中 曾經因為要結問這個David David過去 迴函裡面可能 就是說David 已經自殺身亡了 這個我們在判決書裡面 在判決這個 在審理過程中 可能只知道這個部分了 David女子女士 手段極為強暴 事後也沒有回復之心 編造一些不實的理由 作為抗辯 所以本店認為 她並沒有其他 減刑的情況下 判處她死刑 David自殺後 留有兩封遺書 分別給她的母親及被告 檢察官也曾經 向阿米雅提出 是否可出示遺書的內容 但被拒絕了 而直到宣判的最後一刻 阿米雅仍然否認犯刑 法官認定她毫無悔意 才會判處死刑 阿米雅上訴到高院二審 法官認定這是突發狀況 她並非窮凶嫉惡之徒 未達罪無可患的程度 改判無期徒刑 2010年8月26日 最高院駁回上訴 阿米雅成了台灣治安史上 第一個因殺人案 判處無期徒刑定言的外籍女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歡迎有效法的小夥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最後讓老子儀工商實踐一下 紓壓飲品 莫莫水 有紓壓元素 查氨酸 還添加GABA 洋柑橘萃取物 低熱量 好吸收 能幫助入稅 現在出入老子儀推薦代碼 CTI527 就能獲得折扣 上快點購網站 還能有更多優惠喔 請繼續支持我們 我是老子儀 我們下集見 光網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神霧化器來噴這個水神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神隨手噴這個部分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購